冬奥羽球男双金牌搭档王麒麟跟李洋 礼拜天搭机前往金门 那么由于李洋的老家就在金门 这趟是为了回乡祭祖的 但是这也是王麒麟第二次跟着李洋回到金门了 两个人一下飞机 乡亲们马上拉开红布条热情的欢迎 还送上了花圈跟花束 车队经过之处更是一路的放鞭炮 在街道上挤满人潮 场面相当的热闹 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李洋王麒麟 李洋王麒麟一下飞机金门的乡亲父老 赶紧拉开红布条热烈欢迎 甚至还献上花圈花束 离开机场后搭上县府准备的吉普战车 由重机开到扫街 街道欢呼声不断 游行车队经过的地方全都挤满人潮 也有乡亲放鞭炮庆祝 民众笑说比过年还热闹 脸上笑容没停过 好开心 好开心啊 李洋回到金门李世宗祠祭祖跪拜 并以获得奥运金牌荣耀告慰利贷祖先 29号上午 李洋配从松山机场出发到金门 因为李洋是金门人 一下飞机就由李世宗亲会和县府号召的车队 绕行金陵香和金城镇 身为好伙伴的王麒麟 已经是第二次陪队友回家 上次是有跟他回去过一次 对 我们那时候是一起回去做公益 你说这次嘛 返乡祭祖 那大老远跑一趟的王麒麟这次去金门 有没有特别想要吃的美食 粥 李洋上带我吃过一只粥 广东粥 然后油条 烧饼 都在金门都算很好吃的 林洋配这回金门两天一夜的行程 还有欢迎会和见面会 金门酒厂还特别推出纪念款成高 林洋配现在无论在哪里现身 都是木光焦点 记者综合报道 小学生 工历